一件影响一大批人的政策在新的一年就要开始实施了 尤其是对于中低收入者和灵活就业人员来说 这个事的影响可能会比较大 因为每个月会增加一笔固定的支出 深圳人设局日前公告说是从今年1月1号起 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最低缴纳标准 将会上调到全省平均工资的40% 那按照8807元的标准计算 那就涨到3523元一个月了 而到7月1号开始 还会进一步的上调到全省平均工资的60% 即便不考虑每年工资增长的这个情况 也会涨到5284元 而深圳原来的最低门槛 仅仅只是深圳最低工资 也就是2360元 这个缴费基数从2000多涨到3500再到5300 翻了一倍都不止 那这也意味着之前凡是税前收入低于8800的人 自己所缴的费用都会增加 那拿到手的钱自然就相应的变少了 深圳一直是个特别的地方 在之前国家统一的规定就是社保缴费的上下线 按照全省上一年平均工资的300%到60% 但是深圳因为是特区有立法权 为了更好的吸引外来人才 就自己规定下线可以按照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交 那我们知道养老保险分两块交 其中个人交8% 非生户的单位交13% 生户的交14% 那像很多的中小企业 包括灵活就业人员 通常就选择最低的那一档嘛 也就是最低工资2360% 按照非生户算乘以21% 那每个月只要交496% 而如果按照新规的话 7月1号以前每个月交740% 之后更是要涨到1110% 所以如果您是灵活就业人员 那这块多出来的支出就必须全部得自己掏了 每个月要多掏大约600块 那如果你是在企业上班的人 单位交的部分企业出 但你自己负责的8% 还是要从工资里扣掉的 那按这个比例计算的话 每个月到手的也会少200多 当然了按照养老保险的规则 官方说法是多角多得 长角多得 现在多掏一点 退休后就能多领一点 那这个事也意味着 深圳的养老保险也在提高统筹的层次 其实2021年的时候 深圳就修订了特区养老保险的条例 提出把这个养老保险的基数下限和比例 过渡到跟国家和广东省的统一标准 当时人设局说的是 这个上的会有利于制度的统一性和公平性 同时也会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 这个上其实也很好理解嘛 就同样的人 东莞的企业 每个人每个月要交1000的养老保险 而我深圳只要交400多 那肯定深圳的成本会更低嘛 但是其实除了官方说的这个原因之外 很可能又有其他的考量 因为深圳呢 它毕竟是个移民城市 现在的养老负担其实不重 截止到2022年底 每年深圳的养老保险收入1632亿 支出只有336亿 累计滚存了5524亿了 但是虽然家底很丰厚 也得未雨绸缪啊 毕竟深圳目前的常住人口 从去年开始已经首次下降了 而随着这两年经济不景气 加上人口结构的变化 很有可能在未来的缴费人员 还会进一步的下降 这也不是深圳一个地方的问题了 根据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的预测数据 到2026年 全国60岁以下的参保人员 将会达到峰值 27年到45年逐年下降 每年少2.8% 46年之后呢 加速下滑 每年少5.78% 其实呢 财政部员部长楼继伟 也说过这样的话 说现在的养老保险 运作模式的持续性堪忧 交的人越来越少 那贪到每个人头上的 自然就得多一点了呗 但是这个事对于企业 以及对于个人来说 多出来的支出 无疑也是新的考验 对于企业的